三歲小女孩送去幼兒園 卻在廁所跌倒後腦袖 摔破了一個洞 還縫了四針 家長心疼向校方尋求真相 還有賠償 就他認為校方態度 這個消極 還說因為女兒個性 跟媽媽是一樣的急 所以當下沒有把褲子穿好 就要跑出來 媽媽聽聞了氣得投訴 希望幼兒園能夠給他們一個 合理交代 會不會痛不痛 會 啊誰推你的 小朋友推你對不對 對 就讀小班的小妹妹 後腦勺鎮中央 撞出一個洞 縫了四針 讓爸媽好心疼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解釋案發的過程 說小朋友褲子沒有穿好 就趕快要出來 然後小朋友就從廁所 那邊撞到那個廁所地上的門檻 園長就突然冒一句說 啊你小朋友個性比較急啦 跟你一樣啦 跟媽媽個性一樣急 他有想過這樣 對媽媽是二事殘害嗎 女童媽媽調閱監視器 比對跟老師的對話記錄 質疑老師說的廁所跌到 疑似是在說謊 你跟我騙說 你有跟小朋友去 你從頭到尾都帶小朋友去廁所 結果監視器看到說 老師都在教室裡面 根本就是這樣 就是打領自己啊 用一句學生平安保險 要這樣就過了 學生平安保險 是我們自己保的保險 園長還跟我說 你假跟老師要醫藥費 你學生平安保險 就不能理配了 有人在嗎 實際回到幼兒園 假日每人上班 新聞播出前 沒有得到回應 本府教育處將於8月15日 派員至該員了解 並督導該員處理相關 幼兒意外事件之程序 幼兒園疑似疏失 造成3歲女童後腦勺受傷 家屬難接受 彰化縣教育處將派員調查 釐清真相 督導後續處理程序 之前林一鋒 賴文言黃柏軒 彰化報導